你说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就觉得我活得真累 活着真没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空啊 能不能出来一趟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们在一起 打扰了 没事 不打扰 就是你电话里的内容 把我俩吓一跳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 就是 你说 没事 那个 没事 你们喝点什么 我去拿呗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帮我和孙先生 拿瓶酒 跳一跳 去 好 怎么 我在 不方便说呀 没有 杜先生千万别误会啊 你也怕我误会啊 你单独把我女朋友约出来 还给她打这么奇怪的电话 不过还好 我俩感情基础好 这要换成一般人 可能会出大问题哦 杜先生 对不起啊 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上次你说 你在上海 就原割一个朋友 我跟你说 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找我 但是你没找 看来孙先生 是不把我当朋友啊 没有 杜先生 真没有 孙编 哎呀 来 孙先生 我借你一个 来 你们聊什么呢 关心他 孙先生是不是因为 女朋友的事烦心啊 对 袁哥都跟我说了 哎 不就是个恋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上海好姑娘那么多 你不知道当年我追 袁哥的时候 那叫一个惨恋 要多和你这样 我当时也不活了 是不是 嗯 大老爷们 坚强一点 嗯 孙先生喜欢什么样的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不劳烦杜先生了 不劳烦 我们公司什么样的都有 你喜欢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还是成熟一点的 有内涵一点的 什么样的都有 真不用了 行了 行了 少说两句 那你觉得我们公司 有谁比较适合孙先生 你想想 看咱俩想的是不是一样 那个袁哥 杜先生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孙斌